致命录像带系列是近年来全球最火爆的血点Code片之一 最近已经讲完了前三部里的故事 今天继续分享致命录像带94 也是该系列的第四部 下水刀鼠人 守灵夜诈尸 独命吸血鬼连番盛宴 总体而言要比第三部劲爆得多 话不多说一起看片 深夜警察正在执行一项击毒任务 当他们全副武装进入破旧的厂房时 却发现这里的人早已死去 并且全部挖掉了双眼 电视屏幕还亮着 显然这些人已经看过录像带来的故事 到底有多恐怖 才让他们宁愿自挖双眼 也不愿意再看下去 就在这时 电视上出现了新的画面 影片第一个下饭小故事 就此拉开序幕 新闻上 主持人正在讲述一则匪夷所思的报道 最近有居民在下水道里发现了鼠人 虽然和蚁人只是一字之差 但他可不是什么超级英雄 更像人受杂交的产物 鼠人会发出刺耳的叫声 而且怕光 哪怕是手电筒的微弱光亮 只要照上去 鼠人就会立马消失 他的存在搞得居民们人心惶惶 为了揭露真相 头铁的女记者霍利决定实地考察 这天 他在目击者的带领下 来到一处下水道附近 目击者大爷说 几天前他就是在这里发现了鼠人的踪迹 沿着黑暗幽深的下水道走进去 一张用纸板打造的破床映入眼帘 继续深入 他和摄影师又接连发现了手推车和帐篷 显然有人住在这里 帐篷里大多是一些破烂 突然杂物下面出现一张黑脸 摄影师差点被吓死 冷静过后 霍利也看到了 一个浑身躯黑的流浪汉正蹲在地上 霍利小心翼翼靠近 问他是不是鼠人 然而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男人脸上惊现一抹诡异的笑 嘴巴里还吐出黑血 霍利深感不适 丢下自己的名片后 准备撤离 可惜已经晚了 他和摄影师先后被人打孕 等再次清醒 已经身处下水道的最深处 这里聚集了很多浑身污垢的流浪汉 他们围在霍利四周 一言不发 见状 霍利赶紧发挥专业所长 表示自己很同情他们 只要放他出去 一定会报道流浪汉的故事 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权利 听到这儿 为首的流浪汉发话了 他拒绝了霍利的提议 表示要亲自讲述自己的故事 说完 鼠人从一旁的污水管道里爬了出来 他有着老鼠的脑袋 人类的身体 看起来就像怪物 流浪汉将鼠人黑色的口水 淋到摄影师头上 一瞬间 他的脑袋就被腐蚀带进 紧接着 霍利也被带到鼠人面前 这次更加简单粗暴 鼠人直接将口水 喷到霍利的身上 奇怪的是 他的身体并没有被腐蚀 几天后 霍利成功获救 此时他满身污渍 目光也变得很呆滞 本以为休养一段时间 生活会回到正贵 然而事情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 这天 霍利像往常一样主持节目 突然他一阵反胃 紧接着 黑色的口水吐了男主持一脸 痛苦的哀嚎中 男主持的脸被腐蚀的金光 摄影棚里的人们 吓得四散逃跑 可霍利在吐出黑水后 反而轻松不少 继续淡定的主持节目 结束前 特意说了四个字 属人万岁 看来霍利和流浪汉们一样 全都成为属人的信徒了 回到现实 为了确定还有没有幸存者 警察们依旧在厂房里四处搜寻 后来他们找到一个 类似放映厅的地方 观众都是诡异的假人 而受害者们丢失的眼球 就放在这里 警察一脸疑惑时 屏幕上开始播放第二卷录像带 海莉最近找了份 殡仪馆守灵人的工作 今天是他工作的第一个晚上 一般追到活动上 亲朋好友都会赶来 见死者的最后一面 不过今晚有些不一样 死者是一个名叫安德鲁的小伙子 死因是跳楼 一体残缺不全 所以棺材板是盖上的 交代完注意事项 两名男同事便离开了 海莉很敬业 站在棺材前 耐心等待吊咽的人出现 可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居然没有一个人出现 海莉有些不耐烦 打电话求助男同事 对方表示这很正常 他要做的就是待在灵堂里 男同事还特别交代 没什么大事 别再深更半夜给他打电话 海莉百无聊赖 只能看看杂志打发时间 可直觉告诉他 情况有些不对 安德鲁年纪轻轻 就算无父无母 也不至于连个朋友都没有吧 没一个人来调研 也太不正常了 想到这海莉赶紧给报社的朋友打去电话 想打听安德鲁真正的死因 可是电话没打通 只能留言 不知过了多久 外面开始电闪雷鸣 虽然恐怖感瞬间拉满 但作为一名专业的殡仪馆从业者 海莉的心理素质还是可以的 突然殡仪馆断电 周围一片黑暗 海莉连忙到储物间拿来蜡烛 谁知刚回来 电力又恢复了正常 就在这时 她发现棺材好像歪了 要知道 哪怕是成年壮汉 想推动一幅棺材都不容易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海莉敲了敲棺材板 没有动静 随后 她使劲推动棺材 结果里面竟然传来声音 海莉吓得贪婉在地 她打电话给男同事 直言安德鲁还活着 结果对方根本不相信 反而警告海莉 如果连一个守灵仪式都主持不了 恐怕这份工作不适合你 至于棺材里的动静 同时让海莉不要大惊小怪 很可能是尸体排放出的气体 或者是上百个尸体 化觉反应中的某一种 要是不相信 你可以打开棺材看看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海莉要是再不相信 就有点不礼貌了 终于海莉等到 第一个前来调研的人 不过这个身穿封衣的中年男人 并没有停留太久 他在棺材前说完一段道词后 便匆匆离开了灵堂 没过多久 报社的朋友打来电话 原来安德鲁是从教堂的屋顶 跳下来的 自杀之前 他很不正常 胡言乱语了很长时间 刚挂断电话 棺材里却传来了重击声 管不了那么多了 海莉拔腿就跑 可是殡仪馆的大门早已反锁 无路可逃 只能折返回灵堂 然而棺材倒在地上 里面已经空了 一转头 死去的安德鲁 竟然复活了 他站在墙边 一动不动 也不知道海莉是怎么想的 居然试图和他对话 当安德鲁转过头 只剩一半的脑袋 吓得海莉赶紧躲在椅子后面 就在这时 掉在地上的一只手 让海莉忍不住发出了尖叫声 幸亏安德鲁只剩一只眼睛 一时半会儿发现不了他 估计是尸体缝合得不太牢固 安德鲁的肚子居然破了 里面的东西哗啦啦流了出来 就在海莉以为安全时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地板上是安德鲁掉落的半个脑袋 上面的眼睛突然睁开 死死地盯着海莉 虽然物理上已经彻底分离 但安德鲁的主体部分 似乎也看到了海莉 来不及反应 他犹如丧尸般扑了过来 几分钟后 海莉战战微微爬出窗户 从高处一跃而下 至此 守灵人的故事彻底结束 厂房里警察们分头行动 其中一支小队 在房间的角落里 发现了大量洋娃娃 以及屏幕雪花点的电视 之后又在隔壁的房间里 找到了同伴血淋淋的断枝 意识到这里有古怪 光头队长让大家赶紧集合 寻找出口 可就在这时 房间里的小电视 开始自动播放第三卷录像带 这回讲的是 众口为科学快人的故事 实验室里 一个男人头戴铁箍 当他睁开眼 眼前的一幕让他目瞪口呆 原来他只剩下一颗头 下面连接的竟是六根机械蜘蛛腿 伴随着凄厉的尖叫声 男人被火焰吞没 放火的老头眼镜书 正是试验品的缔造者 眼镜书是个科学家 过去这些年 一直沉迷于人体改造 特别是人体与机械的完美结合 毫无疑问 最近一次实验还是失败了 可眼镜书愈错愈勇 眼下他手上还有两个身体健全的实验对象 这是男性实验题98号 眼镜书要移除他的脑液组织 而女性实验题99号 则保留大部分脑部功能 抄起电锯 眼镜书在99号的脑袋上一顿输出 最后成功取出他的脑液 完哨后 眼镜书起急而起 人体实验可算是成功了 随后又对98号的身体 进行了一番操作 眼镜书锯掉他一条胳膊 取而代之的是一把锋利的大砍刀 就在这时 一群警察闯入 过去几个月 失踪案频发 线索全都指向了眼镜书 见他犯下恶行还执迷不悟 警察毫无犹豫扣动扳机 完哨后 他们开始搜救幸存者 很快 负责拍摄记录的阿善 发现了床上的99号 恶心的场面 让他忍不住呕吐 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女孩已经不再是人类 指挥官想让他早死早解脱 然而这一决定 却遭到了阿善的反对 虽然99号样貌吓人 但他似乎还保留着 人类的情感和智商 也是一条生命 可不管阿善怎么说 指挥官始终没有改变主意 这时 实验室突然停电 等到一切恢复正常 99号已经跑了 警察们准备到外面搜查 却发现 实验室的铁门已经反锁 并且响起了警报 警察不愿妥协 开始暴力开门 结果门是开了 但也同时触发了感应炸弹 砰的一声 警察们非死其伤 现场惨不忍睹 这时 实验室里传来眼镜书的录音 他表示 如果这段录音被激活 说明实验室沦陷 他已经领盒犯 但杀死他的人 也一定不会有好下场 因为他特意准备了两份礼物 指挥官对剩下的警员们下令 一旦遇到被改造的怪物 格杀勿论 花音刚落 一个小兵来到床前 98号男性实验体 躺在白布下面 一动不动 此时的小兵 对急降而来的危险 浑然不知 刚转身 他就被实验体的大砍刀 举高高 扔到地上 身体一分为二 显然 98号已经被眼镜书 改造成没有感情的杀人机器 怪物大杀四方 警方根本毫无反击之力 危机关头 为了保命 指挥官扔出一枚手杯 99号这边 趁着一片混乱 他终于逃出那间恐怖的实验室 在眼镜书的办公室里 99号发现很多设计图纸 还有一张自己的美照 然而 接下来的画面 让他彻底绝望了 装满福尔玛林的玻璃瓶子里 竟是他的大半个脑袋 来到镜子前 99号终于看清 自己现在的样子 原来头上失去的部分 早已被一台摄像机代替 在另一间U1的实验室里 98号还发现了很多和他一样的实验者 不一样的是 这些人几乎都是半成品 其中 一个女孩浑身赤裸地躺在手术台上 她无法接受现实 只能自我催眠 这只是一场恶梦 善良的98号 扯断电线 帮女孩得到了解脱 这时一个幸存的警察发现了98号 以为他和99号一样残暴 警察毫不犹豫出手 98号摔倒在地 却意外获得了和手臂完美契合的机械枪手 这威力可比警察手里的墙上百倍 枪林弹雨中 98号把挡路的警察全部杀死 不过他并没有杀死阿善 因为当初指挥官要痛下杀手时 只有他站出来替自己求过情 阿善带着98号寻找出口 结果指挥官不知道从哪里跑了出来 二话不说 给了98号好几枪 因为女孩手里的子弹已经用光 面对指挥官接下来一连串的攻击 只能硬扛 指挥官是个狠人 一直补枪到打光子弹 又开始用拳头砸 最后直接扯掉98号头上的电线 千军一发之际 指挥官被人枪杀 没错 开枪的正是阿善 他实在不忍心无辜的女孩就这么惨死 只能怀着愧疚的心 枪杀自己的小领导 本以为危机就此解除 万万没想到 98号突然杀到 阿善也被他扑倒后 一顿捅刀子 为了报恩 女孩用力砸向98号 随着大脑被他一整个抠出 98号终于凉透 可是阿善也已经活不成了 一阵抽搐后 倒在了血泊之中 故事最后 实验室里的人都死了 只有98号逃了出去 外面的世界很大 但他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还能被社会接受吗 想必很难 回到厂房 此时队长身边只剩下两名女队员 其他人则彻底失联 糟糕的是 出口还没找到 诡异的气氛中 影片最后一个故事 开始上演 讲的是血鬼的故事 眼前这些人加入了一支反社会的极端组织 他们认为自己才是正义的化身 发誓要对美国来个大清洗 某天 这群人抓住了一支吸血鬼 他们惊讶地发现 吸血鬼的血液竟然有神奇的功能 只要暴露在阳光下 就能引发大爆炸 为了验证这一发现 他们利用野兔做实验 结果证明确实如此 吸血鬼在手 意味着他们掌握了杀伤力巨大的超级武器 这不妥妥的所向无敌吗 毕竟谁能想到血液会爆炸呢 吸血鬼活这么久 恐怕做梦都没想到 以前都是自己吸人血 现在居然变成人来取自己的血 俗话说得好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这帮人决定整个大活 将攻击目标锁定为密歇根州议会大厦 正式行动的前一天晚上 他们决定为即将到来的胜利提前庆祝 可没想到三杯酒下肚 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两个队友干啥不好 非跑到圈养吸血鬼的棚子里找刺激 小绿负责戏弄 同伴则站在旁边拍摄小视频 有没有尽性咱不知道 反正吸血鬼可是朝小绿身上拖了过少血 第二天一大早 其他人被一阵急促的警告声吵醒 紧接着他们发现 昨晚负责拍片的小哥已经死了 尸体直挺挺躺在外面的雪地上 还没缓过神 棚子里又传来一阵惨叫声 头目以为是小绿 喊了喊他的名字 然而无人回应 突然一颗死人头从里面滚了出来 是吸血鬼扔的 还好不是小绿 就在他们为吸血鬼的挑衅行为 感到气愤时 小绿走了出来 头目看到他身上有血 连忙提醒他回到房间里 可惜来不及了 光照之下 小绿原地爆炸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知道是死路一条 为什么小绿还自动送人头呢 只有一种解释 里面的吸血鬼比死亡还要恐怖 同时队友 头目气急败坏 决定举全队之力和吸血鬼硬钢 进入黑暗的棚屋 他们迟迟没有找到目标 神出鬼墓的吸血鬼终于出手 隐约间似乎看到了他的样子 与之前完全不同 此时的吸血鬼似乎升级了 他张着血盆大口 仿佛一口就能把人吸干 恐怖组织的成员们秒变若即 接连被吸血鬼无情虐杀 故事最后 吸血鬼把头目 关进了他之前被关的地方 由于头目身上有血 所以当阳光洒进来的一瞬间 他也被炸成了肉泥 回到主线故事 第四卷录像带播放结束后 队长被人偷袭 等到醒来 人已经被五花大绑 令他没想到的是 反派居然是自己的两个女队员 原来这里的录像带 是一个变态电影团队拍的 他们靠出售这些违禁录像带引力 而两个女手下正是团队里的成员 得知警方查到厂房的地址时 他们便策划了这次行动 死去的队友们 也全是这两个人干的 接下来 他们将为队长量身打造 属于他的致命录像带 94版和之前的系列 在风格上一脉相沉 但故事上 除了第三个机械实验灵光乍现 其他都显得有些平庸和保守 尤其是看过前三部的人 估计很难被震撼到 影片虽然很难和第二部相提并论 但肯定比第三部好得多 总体而言 算得上是华丽回归了 好了 今天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宝子们 可以去看一看原片 最后不要忘记 三连支持一下哦 系列恐怖片 致命录像带 可以说是恐怖片领域最强的IP之一 自从2012年第一部上映后 每一部票房都有很不错的表现 2022年全新的恐怖录像带99 再次出现在了大屏幕之上 这次一共讲述了五个 发生于1999年的恐怖故事 看看你能坚持到第几个故事 恐怖故事一 撕碎 你听说过碧石猫乐队吗 三年前 这支红极一时的地下乐队 线下举办了一场歌友会 然而进行到一半时 却突然发生火灾 生死面前 粉丝将偶像抛中脑后 甚至踩着他们的身体逃出大楼 最终 碧石猫成员全部在大祸中丧生 自此 举办歌友会的大楼 也成了禁忌之地 但总有些不怕死的人 想到这里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 这天晚上 一支极极无名的地下乐队 打开了进去的铁门 准备在这里办一场 别开身面的演唱会 然后把视频放到网上 一定能吸引眼球 达到快速出名的最终目的 起初 黑发哥并不想进去 他早就听说这里不干净 搞不好 会被碧石猫的鬼魂附身 结果被女成员无情嘲笑 来到黑暗幽深的地下室 里面犹如迷宫 四周的场景 无不透露着阴森恐怖 从大火中幸存下来的乐器 以及粘在地上的皮靴 足见意外发生时的惨烈 此情此景 耀儿哥还不忘拿 碧石猫的死开玩笑 谁声小 话还没说完 他突然被一股 无形的力量抓住 瞬间拖进了阴影之中 众人赶紧寻声找过去 居然在走廊尽头 发现了一套崭新的乐器 难不成是碧石猫准备了吗 众人震惊之际 消失的耀儿哥突然冒得出来 一脸得意的嘲讽众人 胆子太小 原来这些乐器 是他提前放在这里 故意吓唬大家的 既然一切都是一场恶作剧 大家这才放心下来 开始演奏最新创作的歌曲 今夜的坟地静悄悄 几分钟后 所有人都像中邪一般 僵在了原地 唯独鼓手黑发哥 仍然可以自由活动 胆子本来就没多大黑发哥 吓得当场崩溃 慌里慌张地想要出去求救 结果大家又笑嘻嘻地 恢复了正常 很显然 这又是一场恶作剧 被捉弄的黑发哥很生气 干脆撩挑子不干了 临走前 他恶狠狠地诅咒 戏耍自己的伙伴 说碧石猫会把他们 统统干掉 黑发哥的恶毒发言 让大家有些意外 但这群人却没人在乎 很快便调整好情绪 接着奏乐接着舞 突然身边传来诡异的声音 没等三人反应过来 站在中间的卷毛 被邪恶力量吸到天花板 随后狠狠掉下 变成一滩血肉模糊的番茄酱 伴随着低沉的嘶吼声 碧石猫的成员们都回来了 现在的他们形容枯搞 宛如丧尸 一见面就对这些作死的人 展开了血腥猎杀 一时间 惨叫声在整个地下室回荡 妖妖哥直接被开膛破肚 金发姐则被残忍肢解 至于提前逃跑的黑发哥 由于地下室太大 他同样未能幸免 故事最后 碧石猫将四具残缺不全的尸体 重新拼凑 然后附身上去 开始了疯狂演奏 恐怖小故事二 自杀竞标 故事发生在大一新生莉莉身上 她性格内向 所以在学校没什么朋友 渴望交际的莉莉决定改变自己 加入了一个叫灵魂姐妹会的社团 里面的成员看起来超会玩 可要想成为他们的组员 必须通过一个邪门的考验 躺棺材 从成员口中得知 二十年前也有一个新生想加入姐妹会 于是当时的成员们把她带到墓地 要求在棺材里躺一夜 只要通过考验 就能顺利加入社团 结果他们忘记这件事 直到一星期后 才想起来打开棺材 然而里面空无一人 没人知道这名新生去了哪里 有人说她直接爬进了阴间 后来只要在墓地 就能听到棺材里传来敲击声 这就是那个变成阿飘的新生 要抓人下去给她陪葬 莉莉以为这只是个鬼故事 并没有放在心上 结果社团的文化山 她连忙兴奋地穿在身上 殊不知危险即将来临 作为考验 莉莉同样需要在墓地的棺材里睡一夜 在酒精的麻醉下 莉莉无所畏惧 开始前大家告诉她 棺材里的空气足够支撑一夜 要是莉莉想中途放弃 可以拉动棺材里的绳子 听到铃声 大家就会过来挖人 当然这也意味着莉莉挑战失败 随后他们递给莉莉一个小木盒 叮嘱她可以在最害怕的时候打开 一个女传员故意吓唬莉莉 说不管听到什么 千万别出声 一旦被星星知道你还活着 就会带你下地狱 一切准备就绪 属于莉莉的考验开始了 躺在棺材里的莉莉 看着泥土渐渐覆盖上来 这种感觉实在太诡异了 借着摄像机的灯光 勉强还能看到棺材里的情况 密闭的狭小空间 压的人有些喘不过气 莉莉开始自我催眠 这只是个游戏肯定不会有事的 紧接着她又对着镜头自言自语 十分钟后 莉莉有了放弃的念头 准备拉动绳子 想了想又放弃了 就在这时 外面果然传来了敲击声 难道真是死去的心声找上门了 莉莉赶紧打开幕盒 没想到里面竟爬出了黑寡妇 蜘蛛爬到莉莉的身上 以及脸上 此时她终于明白 这些所谓的社团成员们 根本就没打算接纳她 之前弄出来的考验 也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戏耍自己 不愿意继续下去的莉莉 拼命拉动起绳子 可外面的人始终无动于衷 大雨中 他们开始坟头蹦跌 嬉笑打闹 集体陷入高潮 不知过了多久 附近传来灯光 正是附近巡逻的警察 担心被学校知道开除学籍 几人匆匆离开 全然不顾棺材里绝望的莉莉 更可怕的是 墓地这边雨伤实在太大 完全掩盖了莉莉的求救声 简单转一圈后 巡警没有发现异常 也就转身离开了 此时的莉莉早已经后悔不跌 奈何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雨水渐渐从缝隙中渗了进来 眼看就要将莉莉淹没 突然 莉莉上方的棺材板松动了 她以为是警察发现了自己 赶紧完命求救 万万没想到 钻进来的竟是一张恐怖的干尸 没猜错的话 这个怪物就是二十年前的那个新生 她面目猙獰了贴了过来 绝望之下 在莉莉歇斯底里的惨叫声中 彻底领了盒饭 第二天一大早 姐妹会成员终于想起 墓地棺材里还有个同学 赶紧赶了过去 却发现棺材早已完全泡在雨水里 担心恶作剧闹出人命 一个妹子连忙潜入水中 却发现棺材是空的 其他人不信 又下去检查一遍 结果还是这样 心大的学生们赶紧安慰自己 既然棺材里没有尸体 那莉莉肯定是趁着雨水 泡塌了泥土 钻出棺材逃走了 担心莉莉告发自己 几个人干脆商量好口供 就说昨天晚上大家都在家学习 根本没有来过目的 万万没想到 当天晚上睡一下后就发生了怪事 几人一觉醒来 竟发现自己躺在棺材里 诗话的莉莉也在这时突然现身 看起来人不人鬼不鬼 十分恐怖 他说已经和怪物达成交易 只要帮他找到更多的小姐妹 怪物就会放过自己 原来怪物也要在下面成立灵魂姐妹会 恐怖小故事三 奥兹的地牢 奥兹的地牢是一档儿童探险真人秀节目 游戏设定很简单 参赛选手需要通过障碍赛 在一小时内找到红旗 并且顺利进入奥兹的地牢 获胜者 奥兹将满足他任何一个愿望 这次的参赛者是黑妹与小白 起初两人不分上下 但很快 黑妹发生了意外 腿部被折断 坐在观众席上的黑妈情绪激动 喝止节目组赶紧停止拍摄 专业来到几年后 当年的腿伤让黑妹留下终身残疾 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 从录像带回放可以看到 黑妹当时是被小白推倒才受伤的 黑妈认为 这都是节目组刻意安排博眼球的 为了复仇 黑妈伙同家人绑架了真人秀的主持人 他们来到早已荒废的游戏现场 强行让他玩当年的游戏 要是不从 黑妈手里的硫酸可不答应 主持人拼尽全力 结果还是晚了几秒钟 作为惩罚 黑妈将他绑在柱子上 可没等真的用行 主持人就架不住了 声称可以带他们见奥姿 为了实现黑妹的愿望 一家人跟着主持人 来到阴森森的洞穴 抵达深处 他们看到一个肥胖的女人 躺在床上 这里似乎正在进行某种仪式 伴随阵阵咒语 一只怪物突然钻出女人的肚子 怪物的眼睛能放出无数杀人射陷 瞬间 黑妹的家人和主持人 全部被射陷击中 领盒饭 而黑妹却一脸诡异地笑了 没猜错的话 怪物就是傲姿 需要寄居在人体中 本来我以为 黑妹最大的愿望是腿伤痊愈 现在来看 很可能是复仇 对象不仅有无良主持人 还有让自己参加真人秀的家人 不得不说 妹子是个狠人啊 恐怖小故事四 偷窥 主角是一群大男孩 最近他们的青春荷尔蒙 格外躁动 接对面新搬来的姐姐小美 肤白貌美大长腿 里里歪歪都透露性感 无所事事的少年们 总是各种偷窥 小美到底多有魅力 就连月人无数的快递小哥 见到她都被迷得晕头转向 只是搭讪说了两句 小哥便开心地手舞足蹈 看着走进浴室的小美 少年们想继续看下去 不料 小美却在关键时候 拉上了窗帘 就在少年们无处发泄时 意外发泄 出门倒垃圾的小美 竟主动和他们最小的弟弟打招呼 还邀请她到家里做客 看到这一幕 他们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单纯的小弟 架不住哥哥们的威逼利诱 只好答应晚上再去小美家一趟 趁其不备 把一个病毒软件 植入小美的电脑中 晚上 大家兴奋地守在电脑前 很快 屏幕中出现了劲爆的画面 小美脱掉衣服 浑然不知 这一切都被别人看在眼里 小弟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愤然离场 剩下的几个人依旧在填平 可是画风越来越诡异 小美的动作逐渐变得扭曲 一头飘逸的金发也是假的 摘下假发 小美真实的头发 竟是无数条蛇 性感美女摇身仪变成了美杜莎 这也太刺激了 少年们下得连忙报警 可警察根本不相信他们说的 至于偷窥 小美难道不知道吗 当然不可能 没等这群少年逃出房间 小美已经顺移过来 接下来就是无情的猎杀时刻了 在她面前 少年们毫无反击之力 尽管小弟解释 自己不是故意的 可是和小美的卡兹兰大眼睛对视后 小弟当场变成了实相 故事最后 小美秒了摄像 看向了屏幕外的观众 诶 真会写 不过结局还是很讽刺的 偷窥者终究死于自己的眼睛 恐怖小故事五 回到地狱 胡子哥和胖哥 迷恋各种灵异事件 最近有个宗教小团体 要进行一场恶魔附体的仪式 得知这个消息 两人激动不已 想方设法 终于获得进入场所的机会 仪式正式开始 一个甘愿充当容器的女信徒 虔诚地躺在桌子上 身体两侧是点燃的蜡烛 只见几个身穿黑袍的人 围在信徒周围 口中不断念着咒语 就在仪式进行到一半时 为了近距离观察 胡子哥和胖哥 悄悄潜入房间 突然 房间里的电视屏幕爆裂 教徒们发现了两人 这种危险的仪式 除了教徒 外人一律不得参加 胡子哥和胖哥打乱仪式秩序 让教徒们愤怒不已 然而 此时的两人还没意识到 惹下大祸 直到下一秒 从桌底冒出来的怪物 把两人拖走 等到醒来 他们已经身处地狱 血红色的天空 映闪雷鸣 地上全是残缺不全的人类遗骸 不远处的礁石顶端 一个长着翅膀的恶魔 正在啃食生肉 两人四处逃窜 却发现怎么也逃不出去 更可怕的是 恶魔正在上空凝视着一切 逃跑期间 他们遇到了一个短发女人 她生前是个巫师 巫师告诉两人 这里是恶魔的觅食地 你们两个新鲜的人类在这里 可是很危险的 得知两人的经历后 巫师决定帮助这两个倒霉蛋 三人朝着地狱深处进发 一路上各种刑具暗器 让人后背发凉 胡子哥不小心中招 弄伤了手 好在问题不大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新鲜的灵魂实在太诱人 恶魔很快发现两人 发出了震天怒吼 女巫吓得拔腿就跑 庆幸的是 恶魔似乎无法迅速靠近 胡子哥和胖哥大难不死 成功与女巫会合后 他们来到一个 结满蜘蛛网的地方 穿过这里 就离人间不远了 胡子哥和胖哥 只有四分钟时间 要是闯不过去 将永远困在地狱 蜘蛛网里到处是 蛆虫和虫卵 没的血 只能硬着头皮穿过去 没想到 前面又聚集着一群 邪教徒 他们正在进行祭祀仪式 时间所生不多 胖哥立即冲了出去 结果被邪教徒制服 本来胡子哥是有机会逃跑的 但他很讲义气 为了救胖哥 留下来和邪教徒硬刚 没想到 最后他居然打赢了 就在这时 恶魔突然降临 杀死了女巫 来不及多想 看着祭祀台上的怪物 两人一头钻进他的肚子 再次醒来 他们惊讶地发现 返回了人间 但又没完全回 两人居然在 女性徒的身体里 原来 房间里的都是 邪教徒 他们本来要召唤的是恶魔 结果阴差阳错 把胡子哥和胖哥 召唤回来 费尽千辛万苦 两人最后 还是被愤怒的 邪教徒杀死了 且不说这个故事有多精彩 里面关于地狱的刻画 实在太抓眼了 很多大尺度画面 既猎其 又极具诡诀之感 喜欢众口味的朋友 一定要去看原片 整部电影结构清晰 五个小故事 平均时长二十分钟左右 非常的短小精悍 影片延续了 致命录像带九四中的 复古画风和时代印记 可以看出 主创在批判 某些社会问题的同时 也表达了 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的 回溯与还演 血腥恐怖 而又不失深度 总而言之 是一部值得看的 伪记录恐怖片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不要忘记 三连支持一下哦 致命录像带的故事 还在继续 和之前的不同 今天的故事 更重口更离奇 狮人斗红 暗黑黄暴的平行时空 以及杀死的骷髅怪物 每一个都让人毛骨悚然 话不多说 投铁的小伙伴们 一起来挑战吧 嘉文和女友安娜 是短视频爱好者 喜欢用镜头记录生活 这天深夜 城市的某个角落 一辆冰淇淋车 正在被警方追捕 嘉文看到新闻 十分兴奋 因为冰淇淋车 正在朝他的小区急迟 如果能拍到最新视频 一定能上热门 想到这 嘉文连忙拿着摄像机下楼 但好像还是晚了一步 本以为事情 到此告一段落 诡异的是 安娜好像着魔一般 目光呆滞地来到马路上 与此同时 嘉文的手机 突然开始了倒计时 巡警刚把看热闹不嫌 事儿大的嘉文赶走 原本消失在夜色的冰淇淋车 居然折返回来 司机无视巡警的存在 静止撞了上去 而站在马路中央的安娜 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手机上的倒计时结束 屏幕里传来了安娜的求救 紧接着 手机开启了自动播放模式 影片的第一个恐怖故事 就此开始 主角是被观众 誉为伟大淡丁的魔术师 两年前 这个名叫约翰的男人 还住在一辆二手拖车中 生活窘迫 连房租都付不起 打牌时 约翰经常会变一些 不入流的小戏法 牌友们根本瞧不上 直到某一天 约翰不知道 从哪里得到一件黑色斗篷 传言 这件斗篷是一百多年前 美国传奇魔术师 哈尼·胡迪尼留下来的 后来他因为某种原因 把斗篷扔了 总之 有了他之后 约翰的命运彻底发生了改变 他在美国各地表演魔术 所到之处人头攒动 看过的观众 无不对他的表现赞不绝口 伸出舞台 却能随意取走台下观众的钱包 明明是在纽约看的演出 一出门 观众即发现 自己穿越到了洛杉矶 这哪里是魔术 简直是魔法 面对媒体 约翰自信地表示 现场绝对没有自己的拖 而且没人能破解他的手法 可是这种美好的日子 很快就被打破 这天 约翰意外发现 斗篷的神秘力量消失了 不管他如何操作 他都像普通的布料 毫无反应 崩溃之际 约翰似乎受到某种启示 得知斗篷的力量来自内部 要想他继续发挥作用 必须用活人去喂养 为了保住自己的事业和名誉 约翰已经管不了那么多 他趁女友洗澡时 将斗篷送了进去 下一秒 一双鬼手出现 女友活生生被斗篷吃掉 接下来的日子里 约翰又打起女粉丝的主意 先是自己在床上饱餐一顿 完事后 趁女粉熟睡 悄悄将斗篷盖在他身上 失踪的女孩越来越多 可是没有尸体 没有证据 他们就向人间蒸发了 惨绝人寰的人迹 让约翰的事业越来越红火 为了轻松点 他招来一个名叫斯嘉丽的女助理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约翰对年轻貌美的斯嘉丽 十分满意 其实斯嘉丽也是有点魔术基础的 之所以当助理 完全是想从约翰这里学习技术 可约翰的手法实在太完美了 就算近距离观察 也毫无破绽 糟糕的是 技术没学到 反而惹到了烂桃花 约翰似乎对他很有意思 斯嘉丽并不是那种随便的女孩 他告诉约翰 自己和前男友渔情未了 很可能会破镜重圆 知道真相的约翰会放弃吗 并没有 一个月后 斯嘉丽的前男友离奇失踪 直到后来的某一天 斯嘉丽意外发现 约翰收藏的录像带 真相才公诸于世 原来 前男友被约翰抓到了 工作室 只见他随手一挥 前男友的手腕和膝盖 全部骨折 和其他失踪的女人一样 前男友最后也被斗篷吃掉了 斯嘉丽第一时间到警局报警 很快 约翰被警察绳之以法 然而刚上车 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 约翰居然消失了 连手铐 也莫名其妙 跑到警察的手上 更可怕的是 人在警局路口供的斯嘉丽 也被约翰顺移回了剧院 没等他好好算账 一群警察杀了进来 然而在邪恶力量面前 枪支弹药根本不值一提 约翰只需大手一挥 警察有的被烧死 有的被剥皮 连近身的机会都没有 最后 警察被约翰团灭 看着自己的战果 约翰很失得意 殊不知 自己的秘密 早已经被斯嘉丽发现 趁其不备 斯嘉丽抢到了斗篷 这下约翰慌了 不遗余力开始抢夺 两人悬浮在墙上 各自握着斗篷的一边 相比之下 斯嘉丽还是弄了点 没过多久 掉了下来 约翰将斯嘉丽驱赶至舞台之上 或许是真的喜欢 一时间他竟心揽下来 好在斯嘉丽全程清醒 眼看斗篷急需未食 他灵机一动 使出约翰当初教会自己的捆绑术 最后被绑住双脚的约翰 也被斗篷吃掉了 风波平息后 斯嘉丽并没有将斗篷拒为己有 在他看来 这玩意儿实在太会气 于是放火烧掉了斗篷 可没想到 几天后的晚上 斗篷竟然出现在他家的衣柜里 斯嘉丽吓坏了 紧接着 斗篷里的一双鬼手伸了出来 故事夹然而止 斯嘉丽大概率也阵亡了 这时 贾文的手机里 再次传来安娜求救的画面 与此同时 他还发现 冰激凌车似乎在故意绕圈子 有人为了拍视频 不小心摔死 也有人跟在车祸 结果被车子活活拖死 总之 现场一片混乱 紧接着 第二个故事开始了 阿芳索是一名科学爱好者 通过多年努力 他终于研发出一套时空机器 尝试三次 机器成功运转 随着时空门打开 对面出现了一个镜像房间 看起来像镜子 蛋里面的人和物 都是真实存在的 就像是平行时空 阿芳索可以轻松的和平行世界里的小号进行对话 经过一番交流 两人决定交换15分钟 到对方的世界里感受感受 来到平行世界 这里的陈设和原世界里的几乎一模一样 只不过左右是相反的 除此之外 挂在走廊上的话也不相同 仔细看 好像是某种妻子仪式的现场 原世界中 妻子玛塔早已入睡 但是这里的妻子 似乎变得很不一样 她打开一瓶香槟 走到门外的游泳池 那里还坐着两个男人 玛塔和他们的关系 看起来极其暧昧 四人回到客厅 电视上放着火烧人的诡异视频 地板上摆放着和画上一模一样的仪式 铁架子上还挂着一坨 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肉 让阿芳索更加震惊的是 平行世界里的妻子居然如此开放 她要和两个男人不可描述 还邀请阿芳索一起加入 表示人多才刺激 妻子一脸淡定 好像这并不是件大不了的事 作为一个男人 阿芳索实在无法忍受 少了一个人 两个男人觉得很扫兴 连忙起身离开 这让玛塔一脸不爽 说话间 外面的噪音引起了阿芳索的注意 声音越来越大 同时不断发出亮光 阿芳索赶紧跑出去查看 只见一架巨大的飞行器 从建筑上方飞过 机身侧面有个发光的逆十字架 在西方世界 逆十字架是恶魔崇拜者 在邪恶的祭祀仪式中 或者施展邪黑魔术时 所使用的道具 代表撒旦的愤怒 没猜错的话 平行世界里的统治者是恶魔 就在这时 刚准备上车的那两个男人 好像有点不甘心 他们质问阿芳索 要是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 惨遭拒绝后 两人变得更不对劲了 见状 躲不起还惹不起吗 阿芳索我想躲回屋子 结果还是被对方拦住 两个男人的眼睛里 发出可怕的光 看起来犹如野兽 威逼之下 阿芳索无助地躲到一棵大树下 结果让人羞耻的画面出现了 一个男人惊虫上脑 竟然在阿芳索面前脱下裤子 男女通吃可还行 更可怕的是 男人的宝贝犹如怪物 顶端居然长着獠牙 阿芳索吓尿了 下意识掏出身上的螺丝刀 给了对方一下后 慌张地逃进屋子里 她一刻不想多待 恨不得下一秒 就回到原来的世界 谁知刚进门 妻子突然拦在前面 还脱下衣服 要和阿芳索激情一方 本该相应的画面 却把阿芳索看呆了 妻子的私密位置 就像怪物的血盆大口 让人无法直视 显然平行世界里 人们的特殊部位 都是如此重厚 情急之下 阿芳索一把推开妻子 前往地下室 找到了时空之门 与此同时 小浩满身湿血 出现在时空机器面前 原来 她在看到熟睡的马塔后 起初只是忍不住 用手机一通乱拍 后来 在欲望的支配下 一切开始失控 马塔被小浩 不可描述的下体 吓得不轻 慌乱中 用刀刺伤了小浩 现在 两个男人 都想回到 属于自己的世界 本以为交换完成 就能万事大吉 不料 平行世界里的妻子 追了过来 她并不知道 眼前的是小浩 以为是她推倒了自己 平行世界 是女权社会 因此妻子 以家暴名义 对小浩 进行了黄暴至极的惩罚 至于大后 阿芳索 就在她以为 逃过一劫时 妻子拿刀逼近 以为丈夫是怪物 对其痛下杀手 回归现实 逃亡的冰激凌车 让整座城市 陷入混乱 然而 恐怖的陆下的故事 仍在继续 几个酷爱玩滑板的少年 为了拍出 薄眼球的视频 他们来到 美国与墨西哥 交界处的一个小镇 在这里 总能随时随地 看到骷髅头的符号 途中 他们还遇到了一个当地女人 她看起来很奇怪 站在路边一动不动 嘴里似乎还在说什么 少年们没听懂 驻足片刻后 便离开了 很快 几人找到一块空地 这里摆着很多 祭祀用的祭坛 地上还画着一些 诡异的符号 尽管有些不对劲 但他们并没有 要离开的意思 而是一边玩滑板 一边拍摄短视频 突然一个人意外摔倒 弄伤了手臂 鲜红的血液 瞬间融进地上的符号中 这时 刚才那个奇怪女人 再次出现 负责摄像的少年 主动伸手和女人打招呼 万万没想到 对方人狠话不多 竟直接拍断了少年的胳膊 意识到情况不妙 他们想逃 可周围出现了 很多戴面具的邪教徒 本以为少年们 会被无情收割 但是情况似乎有了反转 小伙子们战力惊人 一滑板上去 就把一个邪教徒 干翻在地 战况愈演愈烈 期间 他们发现 这些邪教徒 竟是骷髅怪 好不容易 把他们全部消灭 谁知骷髅怪还能复活 只能继续大战 双拳南地四手 最后只有两个少年 活了下来 他们拼命 朝边界界的方向划去 可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还是发生了 其中一人的滑板 被碎裂的骨头卡住 他只好停下来 原地修理 殊不知 不远处 出现了更多的骷髅怪 而在场地旁边的管道里 好像爬出一个庞然大雾 样子看不清楚 只知道 死去的少年 都被他吞进了肚子 嘉文这边 他依旧在苦寻安娜 通过一个隧道 终于看到了冰淇淋车 巧的是 这里正是滑板少年们 领盒饭的地方 嘉文很惊讶 因为车上空无一人 只有各种显示器和摄像头 原来电影里所有的故事 都是从这里传播出去的 没过多久 安娜出现在显示屏上 他让嘉文把所有录像带来的视频 上传到网络上 太过诡异 嘉文一开始并不答应 谁知 为了让他妥协 安娜居然不停撞击自己的脸部 见他整个右脸都被撞得惨不忍睹 嘉文才不得不答应 按下了上传的按钮 下车后 他发现 安娜就躺在车子旁边 右脸早已血肉模糊 嘴里还塞着手机 显然他已经凉透了 嘉文拔出手机 却在屏幕上 看到自己正在流鼻血 看来用不了多久 他就能和安娜团聚了 相比之前的作品 第三部的主线故事 在利益上更加抽象 简单来理解 可以把人们对拍摄短视频的狂热 视作一种病态 是一种让人难以自拔的病毒 越是不择手段蹭流量的视频 携带的病毒就越多 所以故事最后 当嘉文上传所有视频后 整个城市都沦陷了 而他也难逃被感染的命运 总而言之 故事主旨极具讽刺异味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宝子们 可以去看一看原片 最后不要忘记三连支持一下哦 重口味伪纪录片又来了 毁三观的驱轨方式 疯狂的丧尸派对 还有惨绝文环的人体陷阱 群臣高难 来自第一视角的沉浸式恐怖 你敢挑战吗 大家好 我是电影名小雅 今天我们来看恐怖电影 致命录像带二 胡子哥是一名私家侦探 这天 他接到一位母亲的委托 他的儿子失踪了好几天 音讯全无 电话也打不通 由于失踪时间太短 警方根本不想管 因此他便雇佣胡子哥 寻找儿子的下落 深夜 胡子哥和女助理 驱车来到男孩居住的老房子 门是关着的 他们只能撬开窗户翻进去 偌大的房子里空无一人 客厅中 电脑和电视机的屏幕亮着 旁边还放着一些神秘的录像带 诡异的是 胡子哥居然在白色的墙面上 发现了血迹 血没干透 说明是不久前才留下的 胡子哥离开大厅 前往其他区域检查 女助理则留在原地 开始播放第一卷录像带 此时两人还不知道 这栋房子里还有别的东西 故事一 临床试验阶段 一场车祸 让米尔顿失去了左眼 好在今天 他成功安装了一个 还处于临床测试阶段的 电子异演 本以为会变成街上最亮的仔 可没想到 回家的第一天 就发生了怪事 打游戏时 倒杯水的功夫 桌上的遥控器 莫名其妙移动的位置 接着 厨房里的水壶又突然掉到地上 米尔顿瞬间没了好心情 打算回卧室睡觉 可怪事还在继续 床上的被子明明整整齐齐 谁知一转眼 就变得皱皱巴巴 走近一看 下面鼓鼓囊囊的 好像躺着一个人 米尔顿掀开被子 却什么也没看到 没等他缓过神 一个男人的鬼魂 差点来了个贴脸沙 可能刚才躺在床上的就是他 米尔顿吓傻了 飞快地躲进卫生间 以为是一眼坏了 他联系医生 要明天到医院修一修 可是事情并不简单 躲起来不是办法 见外面没了动静 米尔顿鼓起勇气走了出去 忽然 走廊里的光线忽明忽暗 下一秒 他看到了一个女孩的鬼影 惊魂未定中 米尔顿再次躲进卫生间 天亮之前 是打死也不敢踏出房门半屋了 第二天 他透过门缝 朝外面浅看了一下 确定没有异常后 才大胆走出去 想必昨晚没睡好 米尔顿躺在沙发上 很快进入梦乡 直到门铃声响起 他才惊醒 敲门的是丽莎 原来他和米尔顿一样 都能看见鬼魂 丽莎天生失聪 16岁那年 植入了新的人工耳窝 从那时候起 周围正常的不正常的声音 他全都能听见 丽莎说 刚才一进门 他就看到一个女孩的鬼魂 还听到了女孩的哭声 听到这儿 米尔顿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想拆掉一眼 宁愿瞎了一只眼 也不要见鬼 丽莎问他 有没有做过伤害别人的事 如果有 拆掉一眼 不过是掩耳盗铃 因为鬼魂一直都在 只是你看不见而已 说话间 一个赤裸着身体的肥胖男人 出现在丽莎身后 对此 丽莎却很淡定 他告诉米尔顿 男人是他的叔叔 已经跟了他好一段时间 赶走他的风法 其实很简单 丽莎宽衣解带 和米尔顿不可描述了一番 三分钟后 叔叔的鬼魂果然消失 丽莎也在沙发上沉沉睡去 奇怪的是 米尔顿准备回房休息 却看到被子下面又鼓了起来 难道是丽莎 可是结果让他大失所望 躲在里面的竟是小女孩 与此同时 丽莎被鬼魂突出房间 扔进了游泳池 挣扎过后 还是溺死了 米尔顿想逃 可是家里到处都是鬼魂 尽管丽莎前面已经说过 但米尔顿还是不死心 最后竟然亲手挖掉了一眼 不出所料 鬼魂还在 忍着剧烈疼痛的米尔顿 还是被鬼魂锁了命 故事结束 胡子哥巡查回来 这时 他们在录像袋上 发现了男孩留下的讯息 他表示 房间里的这些录像袋 都是他花大下钱 从黑市买回来的 要想找到他 就得先看完这些袋子 于是 又一盘录像袋 被胡子哥他们打开 故事二 公园骑行 迈克是一名骑行爱好者 这天 他正在国家公园中骑行 突然 一个女人惊慌失措 冲到路上 见到迈克 女人不停求救 可还没问清楚情况 女人就开始疯狂吐血 与此同时 不远处的小树林里 传来了可怕的嘶吼声 迈克拿着一根棍子 小心翼翼上前查看 结果惊呆了 居然是几只丧尸 好心的迈克 想带女人一起跑路 然而 女人却在这时失变 迈克猝不其防被他扑倒 挣扎中 迈克总算杀死女人 可是他的脖子 也已经被丧尸咬伤 眼看事情越来越近 迈克拼命逃跑 没跑多远 他和那个女人 一样开始吐血 最后滚下山坡 晕了过去 不久 一对骑行的男女 恰好路过 看见躺在地上的迈克 女人连忙打电话 请求支援 男人则走上前 查看迈克的情况 就在这时 失变的迈克 突然发动攻击 两个好心人 就此领了盒饭 公园的另一边 一家人正在兴高采烈的 举办生日派对 殊不知 死神马上降临 失群毫无征兆 闯进现场 大开杀戒 见状 参加派对的人 四散逃跑 脚力不行 落在后面的 难逃一死 虽然有人勇敢反抗 可惜力量实在太小 迈克也在猎杀者的队伍中 当他试图袭击一位年轻的父亲时 却透过车窗玻璃 看清自己现在的样子 错误之际 耳边传来一声枪响 有人朝他开了一枪 没有击中大脑 因此并不致命 随后 迈克又被一辆戏车 从身上扭拔过去 双重暴击下 迈克依然坚挺地活着 这时 女友突然打来电话 让他赶紧回家 迈克似乎还残存着一丝人性 担心伤害到女友 他做出一个踏胆决定 拿起地上的烈枪 引弹自尽 看完这个故事 女助理似乎开始不对劲 不仅头疼欲裂 还疯狂流鼻血 贴心的胡子哥 准备到外面给他买点止糖药 而女助理也很敬业 丝毫没有休息的意思 继续打开下一圈录像带 殊不知 隔壁的房间里 一道鬼影正趴在地上 死死凝视着他 故事三 纯洁天堂 马克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组建了一支走进科学团队 最近 他们正在拜访某个印尼宗教 老王正是宗教首领 他坚信 天堂不是虚构 而是真实存在的 他们的宗教 已经在一步步接近天堂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个组织 马克一行人来到宗教大本营 门口 两个女信徒早已等候多时 他们将一个奇怪的护身符 送给了马克的女友丽娜 刚走进房间 墙上的照片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是老王和信徒们的合照 每张照片下面都挂着护身符 丽娜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诡异 连忙摘下护身符 递给了马克 马克本想送给摄影师 却被对方非常嫌弃地踢到了角落 随着不断深入 他们惊讶地发现 这里除了大人 还有不少未成年的孩子 他们都是孤儿 在这里上课学习 老王在他们心中 无疑就是父亲般的存在 目前为止 一切都还很正常 来到老王办公室 访问即将开始 突然 丽娜恶心不止 连忙前往楼下的卫生间 马克还要负责采访 暂时不能陪他 担心出事 同伴亚当在征求马克的同意后 也下了楼 丽娜的恶心症状很快得到缓解 他好奇地走进一间教室 学生们一言不发 都在认真画画 两个女性徒走了进来 对着丽娜说了一些神神叨叨的话 就在他感觉浑身不适时 亚当找了过来 成功帮丽娜摆脱了女性徒 马克这边 采访本来进行得好好的 结果摄影师突然跑过来告诉他 电池快没电了 没办法马克只好到楼下的车子里 寻找备用电池 留下摄影师一个人 和老王面面相去 采访不顺已经让马克很头突 然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头 车上的摄影机镜头中 出现了丽娜的身影 原来呕吐是因为他怀孕了 马克脸都绿了 喜当爹已是人间不幸 更惨的是 孩子亲爹居然是自己的好哥们亚当 得知真相的亚当 同样高兴不起来 他觉得对不起马克 似乎不想让孩子出生 争执过后亚当独自走开 为了打破尴尬的气氛 摄像师主动开口 可老王根本不想搭理 他神色慌张 对着话筒向所有信徒宣布 通往天堂的大门即将敞开 所有人和我一起 准备迎接这神圣的一刻 教室里 老师将饮料 分发到每一个学生的手上 老王鼓励孩子们不要害怕 要勇敢追随他的脚步 另一边亚当发现一间血气斑斑的密室 掀开桌上的白布 里面躺着的是一具女尸 他似乎也受到老王的召唤 如丧尸般复活了 好在亚当及时跑开 老王一边阵阵有词 一边脱衣服 敬业的摄影师 居然还没意识到危险 直到他看见老王刻在肚子上的符纹 才惊觉大事不妙 可惜来不及了 老王发疯似的扑倒摄影师 掏出刀子将其虐杀 老单的丽娜也被女性徒们抓走 路过教室时 亚当看到所有孩子以及老师 全部死去 没错 喝下去的饮料 其实是毒药 马克听到广播后 连忙折返回大楼 却在大厅看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 男人们一动不动站在这里 紧接着集体朝脑袋开了枪 后知后觉的马克终于明白 这回是捅了邪教的老窝了 见马克出现 一个持枪的信徒冲了出来 马克费尽九牛二骨之力 终于将对方制服 眼看被俘 信徒居然当场自尽 危机并未解除 又一波信徒出现 双拳难递四手 马克最终还是被他们抓了起来 亚当听到枪声后 一路找过来 可他根本无法阻止狂热的信徒 枪杀马克后 信徒也举枪自尽 亚当贪战在地 崩溃不已 直到耳边传来丽娜的尖叫声 才将亚当拉回现实 疯狂的信徒们正抬着丽娜 前往恐怖密室 为了救出丽娜 亚当只能振作精神 他找到一根铁棒当作防身武器 可是才刚到门口 密室里便传来爆炸声 恍惚间 亚当看到一个怪物爬了出去 紧接着 浑身是血的老王 晃悠悠的来到面前 他让亚当别再白费功夫 因为仪式已经完成 伴随身体一阵抖动 老王砰的一声 肉体瞬间炸产了番茄酱 洒落一地 顾不了那么多 亚当进入密室 发现丽娜正在被四个女性徒 紧紧按在桌子上 爆发洪荒之地 亚当成功干掉了绊脚石 可是想带丽娜离开 似乎没那么容易 丽娜刚怀孕不久 原本平坦的小夫 现在居然高高隆起 邪教徒还在她的肚子上 刻下了符纹 更可怕的是 隔着肚皮 里面的胎儿竟然蠕动着 丽娜痛苦尖叫着 孩子马上就要破皮而出 毕竟是自己的骨肉 一时间 亚当不知如何是好 几分钟后 最恐怖的一幕出现了 一只长着山羊角的怪物 钻出丽娜的肚皮 这样的好大儿 谁敢要 亚当爬起来就跑 途中成功躲过 丧尸摄影师的攻击 路过教室时 里面传来诡异的歌声 死去的孩子和老师 居然复活了 亚当拼命杀出一条血路 然而身后的怪物 依旧紧追不舍 逃到大厅时 那些被枪抱头的男人 也全都失变 面对诗群围攻 亚当侥幸逃脱 打破车窗 他终于驾车逃离 然而 能开车并不代表安全了 后方传来怪物的咆哮和脚步声 下一秒 车被推翻 亚当随即晕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 车身一阵剧烈晃动 他试图爬出车厢 却听到头顶上方传来低哟声 怪物亲切地喊了他一声 爸爸 直接把亚当整无语了 最后 亚当死在了好大儿的手上 回到现实 胡子哥买完药回来 发现女助手已经晕了过去 旁边还放着一卷录像带 根据上面的提示 胡子哥把带子插进了播放器 也就是影片最后一个故事 外星人绑架事件 家里的父母前脚刚出差 他就召集一帮小伙伴 来家里尽情玩耍 不料当天就发生了怪事 水下嬉笑玩闹时 有人隐约间看到怪物出没 可以眨眼怪物又消失了 以为是幻觉 所以并没有人在意 凤飞一整天后 更大的危机 也在黑夜来临时悄然降临 屋子外面 突然传来一阵巨烈的响声 于此时 门口还出现了一些 似人非人的怪影 所有人瞬间慌了 他们赶紧把门反锁 并且第一时间报警 通常这种情况下 总有投铁不怕死的 比如接下来这个小年轻 他从地下室拿到猎枪 叫嚣着来到门口 结果很快还没放完 就被外面的神秘怪物无情收割 很快 这群怪物潜入房中 他们无路可逃 喳喳也没有功夫 大家就给怪物 顺移到污水之中 此时 耳边不断传来轰鸣声 他们这才意识到 发出强光和声音的是飞船 而那些怪物 居然是外星人 大家有惊无险爬上岸 唯独水性不好的家里 晕了过去 外星人不断逼近 留给他们的时间 疑人不多 好在最后一刻 家里清醒过来 他们跑到附近的树林里 躲了起来 但外星人随即追过来 四处搜寻人类的足迹 原本他们是可以逃过一劫的 可意外总会发生 妹子的狗狗 在关键时刻狂吠不止 外星人好像听到了 就在所有人绝望时 传来警车的鸣鸣声 以为抓住了救命稻草 他们拼命朝警车跑去 可是抵达目的地时 警车却原地消失了 原来这只是外星人的障眼法 这下所有人都逃不掉了 他们被外星人抓紧飞船 期间狗狗意外掉落到地上 领盒饭 绑在他身上的摄像头 则记录下了整个过程 看完这个故事 胡子哥有点懵 但录像带还没有放完 最后出镜的 正是胡子哥要找的男孩 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在这间老房子里自杀了 胡子哥很奇怪 既然人死了 那么尸体在哪里 就在他满腹疑问时 离奇事件再度上演 本该死去的男孩 原地复活 亮唱着离开了房间 胡子哥和女助理 进来的时间点 恰好就是男孩消失的时候 胡子哥有些错乱 突然 婚事的女助手筋坐起 他像送尸一样 扑倒了胡子哥 不过胡子哥并没有受伤 击退女助手后 他躲进了衣柜 巧的是 相似的男孩也在里面 然后就没有人后了 胡子哥光荣下线 影片延续了第一步的框架结构 由一个主线 引出四个不同的恐怖小故事 不过在伪纪录片的拍摄手法上 第二步进行了创新 比如把视角放在主角的一眼上 或者是给狗带上了摄像机 尽量让拍摄变得合理化 视角上依旧充斥着浓浓的血浆味 该有的众口一点没少 所以喜欢恶趣味靠天的人 一定不要错过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不要忘记三连支持一下哦 这部上映于2012年的电影 绝对是过去十年最好看的 伪纪录恐怖片之一 吸血女蝙蝠 思维空间杀出的怪物 还有恐怖的嗜血丧尸等等等等 众口猎奇反转 你喜欢的这里全都有 整部电影有主线故事 引出的五种不同类型的恐怖 头铁的小伙伴们 看你们坚持到地形了 大家好 我是电影小雅 今天我们来看经典的 伪纪录恐怖片 致命录像带 家里等人是一帮 无所事事的小流氓 平日里不是偷拍 别人女朋友的艳照 就是毁人房屋 缺德的事从没少干 这天 家里告诉大家 接了一个活 只要从老头家里 偷住一盘神秘录像带 就能得到丰厚的奖金 于是 夜黑风高时 一群人敲迷迷 潜入老头的大房子 并且也用录像机 记录下了整个过程 担心潮起老头 他们只能用手电筒照明 然而在各个角落翻找半天 始终没有发现录像带的踪迹 奇怪的是 静谧的空气中 似乎还弥漫着阵阵湿臭味 来到卧室 他们才惊讶地发现 这里摆放着很多电视机和录像播放机 可能是丢失信号 电视机满瓶雪花 而坐在椅子上的老头 已经死去多时 没人知道 他在死前经历过什么 这里有一堆奇奇怪怪的录像带 雇主要的究竟是哪一个 谁也搞不清楚 于是他们决定一盘一盘打开看 总能从中挑选出最有价值的 伴随录像带的打开 一股恐怖气息扑面而来 故事一 这群年轻人要到酒吧找乐子 出发前 好机友黄毛和辉哥 给毫无聊妹经验的眼镜哥 展了一套高科技装备 有了他 薄薄眼福不成问题 来到酒吧 两个好机友很快就浪到飞起 而让眼镜哥意外的是 一个大眼妹子居然会对自己有兴趣 他主动过来搭讪 甚至还向眼镜哥表了白 散场后 大眼妹弱小的蹲在树下 似乎在等什么人 黄毛上前开撩 大眼妹却连忙躲到一边 但最后他还是坐上了他们的车 看样子 大眼妹等的人就是眼镜哥了 路上 辉哥和旁边的红衣女聊得火热 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 唯独大眼妹显得格外安静 似乎不善言辞 连酒量都不太好的样子 来到宾馆 眼镜哥一想到 接下来可能要发生的事 就很紧张 相比之下 辉哥和红衣女早就是老司机了 可没想到 红衣女喝酒太多 刚做完热身运动就昏睡过去 蓬勃的欲望无处发泄 让辉哥很崩溃 屋子里为二的女人只有大眼妹 于是 辉哥转移目标 打起了大眼妹的主意 对此 眼镜哥倒是秉承了女人如衣服 兄弟如手足的原则 并没有出面阻止 至于大眼妹 她好像对这种事没什么概念 只能配合着辉哥 一脸懵懂的样子 很快 眼镜哥察觉出异常 大眼妹的脚 看起来很奇怪 场掌的指甲犹如野兽 但她并没有告诉两个机友 香艳的画面 让原本坐在沙发上观战的黄毛 也有些按捺不住 连忙脱衣解裤 这么刺激 眼镜哥一时间感到很羞涩 于是躲进卫生间平复心情 三分钟后 黄毛突然跑进卫生间 清洗血淋淋的手 她愤怒地告诉眼镜哥 是被大眼妹咬伤的 眼镜哥出去查看 发现妹子后背上有两道血痕 黄毛上前质问 她发什么疯 却被大眼妹大叫着驱赶 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场面彻底失控 大眼妹发疯式地攻击黄毛 见状其余两人只能赌回卫生间 透过门缝 看到辉哥已经被大眼妹残忍虐杀 不想坐以待毙 黄毛抄起一根铁管冲了出去 可她哪里是对手 大眼妹站在床尾一动不动 姿势更是扭曲诡异 一阵惨叫声过后 黄毛彻底没了动静 从眼镜哥的视角看过去 大眼妹都快把黄毛的血吸干了 红衣女还没睡醒 管不了那么多了 眼镜哥抓住机会拔腿就跑 结果一个没站稳 摔下楼梯 把手给摔折了 惊慌之际 面目猙獰的大眼妹来到面前 她似乎并不想伤害眼镜哥 反而继续向她告白 眼镜哥魂都吓没了 一句话也不敢说 见她迟迟没有回应 大眼妹竟然伤心地哭了起来 眼镜哥拼尽全力逃出宾馆 她向盗人求救 可惜来不及了 下一秒 她就被什么东西拽上了天 现在她终于看清大眼妹的真面目 这哪里是人 分明是一只爱吸血的蝙蝠女妖啊 没猜错的话 眼镜哥并没有危险 谁让吸血女妖对她是真爱呢 至于红衣女 则是全程烫宁 故事结束 胡子哥带着小弟来到地下室 在这里 他们又发现一些录像带 突然 小弟看到一道光溜溜的人影闪过 可胡子哥不相信 非说小弟是因为药科多了 产生幻觉 与此同时 卧室里的家里 开始播放录像带里的第二个故事 莉莉和男朋友山姆 正在自驾游 两人抵达美国西部的一个偏远小镇 不一样的本土风情 让他们乐在其中 夜幕降临 两人入住当地一家小旅馆 但很快怪事发生 就在他们准备培养感情时 突然传来敲门声 出门交涉片刻后 山姆回来告诉莉莉 刚才敲门的人 看起来像女人 又不像女人 她想明天搭两人的顺风车进城 可山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女人看起来并不着急 大可以天亮后再求助 没必要三更半夜来敲门 而且这个女人虽然长得不丑 却让她感到一股莫名的不安 没过多久 那个女人消失了 但你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吗 并没有 等到两人熟睡后 有人偷偷潜入房间 她掀开莉莉身上的被子 将匕首贴了过去 不过她并没有真的动手 而是拿走山姆钱包里的现金 紧接着她又来到厕所 把台面上的牙刷 涮了涮马桶水 呃这是什么恶趣味啊 天亮后山姆对昨晚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 刷牙的时候也没察觉出不对劲 直到开车到外面玩耍 她才发现钱少了 以为是莉莉的恶作剧 可女友表示自己什么也不清楚 鉴于丢失的金额不算太大 山姆说了几句也就没放在心上 结束一天的游玩回到旅馆 山姆贴心的计划明天的行程 此时的她哪里知道 怕是见不得明天的太阳了 当晚神秘人再次潜入房间 可这次要的可不是票子 而是山姆的命 睡眸中她安详地被神秘人抹了脖子 完事后神秘人来到卫生间清洗血迹 原来不是别人 正是昨晚求助的女人 她居然是莉莉的女朋友 山姆或许死都没想到 竟然被一个女人给绿了 显然这趟旅行是蓄谋已久 莉莉把山姆带来 就是为了给女人刀的 如果仅仅是为了在一起 就把山姆刀死 似乎有些牵强 不过直到故事最后 导演也没说清楚杀人动机 看完这个故事 屏幕前的家里也和我们一样 一脸懵圈 她继续播放下一卷录像 殊不知椅子上 老头的尸体竟然消失了 故事三 四迷大学生开车到野外玩耍 对不起 我发现了 第二次 尸体竟然杀人 不知 百分之 痛不知 正的 变成 准备 特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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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打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男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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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慌之际,女人出现在汽车前方,此时四人才后知后觉,原来格罗里进行的根本不是招魂,而是驱魔仪式,女人才是最危险的恶魔。 可惜真相来得太晚了,汽车停在铁轨上无法前行,不远处,行驶的火车越来越近,车毁人亡,微信面的结局已经注定。 看完整个故事,只想说一句,镜头实在太慌了,不过这也是很多伪纪录片的通病了,六个恐怖小故事各有风味,最有感觉的还是第一个,纯情吸血鬼少女上演唾弃你的坟墓,很反转,很刺激。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原片,最后不要忘记三连支持一下哦。